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重点了 就是关于建安工程费 它的组成 它的计算 什么最重要 组成最重要 有些人就想 这个好轻松 只需要组成就行了 不需要计计算 是这么回事吗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部分的计算 他不喜欢在这儿出题 但是他喜欢在哪儿出题呢 清单里面出题 他喜欢在清单里面去出题 因为清单里面 整个清单 就是一个总投资的内容 总投资里面的 特别是我们的建安工程费的内容 所以在清单里面 就有我们建安工程费的各个项目 而这各个项目 他可能用清单的方式 再问你一遍如何计算 所以我们说 这个地方呢 不强调计算 但是到了清单呢 该还的总会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什么最重要 组成最重要 因为你已经记住组成了 那么其实计算呢 相对来说就容易了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考试啊 他没有去特别为难你 说我要去算什么 到底具体的造价金额是多少 他没有这么为难你 大家知道 在一个造价这件事情里面 其实难度最大的 你想想啊 比如说人工费 总体的人工费 他应该等于我的工程量 乘以我的消耗量 乘以我的单价 对不对 单价是不是一般都是已知的 对吧 至少有攻略你可以查 对吧 消耗量也是已知的 也是攻略可查 找定额吗 定额都是有的 其实难点就在于 你这个项目到底要有多少工程量 这是最大的难点 这是最大的难点 到底有多少工程量 这是我们的核心难点 但是各位想想 这个东西能在这考你吗 不能 因为工程量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涉及到 我们要看图纸 要做计算了 对吧 对真正的造价工作的人员来说 他们是要看图纸 然后呢 要去做计算的 对吧 他要最难的就是要根据图纸 测算工程量 但是我们这么多的专业 有人学房间的 有人学积电的 有人学水利的 有人学市政的 有些人学公路的 那么多的专业 他怎么 他给你哪个案例 让你去算工程量 是不是都不合适 所以呢 干脆我们就说 工程量不考 咱不考工程量 直接工程量都变成 已知条件 各位看 工程量都已经变已知了 消耗量也已知 单价也已知 所以你以为我们的工程经济的造价有多难 不外乎就做个加加减减而已 就是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人工 有 有就加起来 有没有材料 有 有就加 有没有机械 有 有就加 所以工程经济里面造价的计算 实际上核心的部分就在于组成 只要你记得住 有什么组成 那该加就加 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对不对 再来点特殊场景 特殊情况 完事了 所以只要不让我算工程量 啥都好说 只要不让我去算工程量 真的啥都好说 所以各位 我们在学工程经济的时候 他千万不要觉得造价那么那么高大上的东西 我能学会吗 我最近这段时间天天就在我儿子上一年级 学习成绩真的有点糟糕哈 特别是数学 就每天我在跟他掰扯的问题就是 这个东西到底该用加还是该用减 然后他就想半天 到底用加还是用减 还用特别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用加吧 然后我稍微质疑一下 用减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所以也是操碎了心 就不知道为啥 就是不开窍 但是我发现工程经济造价里面 我天天讲的好像也是这个事 加还是减 加不加这个 减不减那个 连成法都很少用到 更别说什么二次方呢 三次方呢 那么高级的东西到了造价 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看不到了 我们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加 减和成 连除都没有 连除都几乎很少 所以能有多难 对不对 我也是天天在问你 这个东西加还是不加 要不要加 要不要减 回到了小学一年级六岁的水平 对不对 其实造价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 造价有多难 我觉得造价特别深奥 完全没有 刚才我跟你说了 造价就是去做一个旅游预算 定额就是里面的旅游攻略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计算过程呢 就是加加减减 你想想 你做旅游预算是不是也是 放费这一顿多少 下一顿多少 加起来就完事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个该不该加 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什么最难 组成最难 所以我给大家要唱的那个歌 对吧 今天肯定最终是拖也拖不掉的 一定会唱的 就是那个歌就是对什么做的总结 对组成做的总结 就是对组成做的总结 就是告诉你我们的建安工程费的构成 到底啥样 所以我们等讲完了以后咱们再听 好吧 等讲完了以后咱们再听啊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按费用划分建安工程费 和按造价划分建安工程费 我们有两种划分建安工程费的方式 按费用划分建安工程费呢 怎么分呢 是人才机管理归税 这是按照费用划分 按造价划分我们怎么分呢 分错他归税 这是按造价划分 按费用划分的意思是 按照这个东西的费用构成划分 就是它是 这一个子项目或者这一个小工序 它里面呢 一定包含了一部分的人工 一定包含了一部分的材料 机械呢 可有可无 但人工和材料基本上不可能少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工序的花的钱里面 我们按照费用构成来去进行分析 所以人才机管理归税 而为什么会有造价划分这种说法呢 是因为我们要对整个的这个项目去做一个造价分析 而如果我对整个项目去做造价分析 那我的人才机 是不是它本身就是跟着工序走的 它是很碎的东西 所以我不能 我不能说 把你给我把所有工序里面的人工费给我挪一块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特别的麻烦 而且呢 得不偿失 因为我把所有的人工费放一块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对不对 因为各个小的子项目 它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倒不如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大块 所以大家看到 它是几个大块 那几个大块呢 分布分项工程费 分布分项工程费 这里面就包括了各个分布工程和分项工程里面的人工材料机械等等各自的费用 那你想如果这么分大块的话 是不是其实我就清晰很多 我就知道这个单项工程 这个分布工程花了多少钱 那个分项工程花了多少钱 我就更清晰一点 所以呢 造价形成划分 其实它是分的大块 而费用划分呢 其实长的是细节 它搞的是细节啊 所以费用划分关注的是细节 而造价划分呢 关注的是大块 我切一大块 我说我这买猪肉 有什么前腿后腿 对吧 然后呢 有这个 别的我 我除了前腿后腿 别的都不懂了 好 那大家就知道吧 分成了那么几大块 对不对 但是几大块底下呢 我是不是还可以细分啊 这里面有鸡肉 就是有肉 有肥肉 有瘦肉 有这个骨头 对吧 有脆骨 有皮 等等 这是不是就是我的细节 所以大家理解造价和费用划分 它有什么关系了吧 造价是先把它分成几大块 然后费用呢 在几大块里面 再找它的瘦肉 肥肉 还有呢 这个皮和骨头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费用划分和造价划分 所以每一个逻辑 大家先听明白 好 那我们先从细节开始 再来讲大块 细节呢 我们就是人财鸡管理归税 人是人工费 财是材料费 鸡是鸡具费 注意是鸡具费 不是鸡泄费 然后管是企业管理费 这里面的企业指的是施工企业 是我们施工企业自己的管理费 利是利润 是我们企业的利润 有些人说 利润怎么也能够给我放到监工程费呢 因为你的监工程费的报价是报给谁的 是报给甲方的 报给业主的 你的利润 你赚的钱是不是业主的成本 当然是了 对不对 你赚的钱当然是业主的成本了 你买一辆车 二十万 那辆车里面有没有人家卖车人的利润 卖车人的 这个修车人的造车人的利润 是不是都在那里面 所以 他的利润 卖出方的利润 当然是我们买入方的成本 而在我们的建造这件事情里面 甲方是买入方 乙方就是卖出方 对不对 所以卖出方的利润 是甲方的成本 所以造价里面方利润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 归费 归费是属于国家硬性要求的 要给职工要上的保险 对吧 养老保险等等 五险一金 然后增值税交给谁 增值税交给国家 就是给国家的税的部分 所以人才积管理归税 大家先听明白 然后每一项怎么积呢 给了大家几个顺口溜 咱们就一一的来细看了 包括造价划分的分错他归税 分部分样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费和归费税金 都是一一的来看了 咱们先看第一个 人工费 人工费 人工费给大家的顺口溜 看这个图 蒋介石的一个铁项 铁项 所以我们叫做蒋家的铁书记 蒋家的铁书记 所以蒋介石的铁项 当然现在蒋介石的项 连在台湾都已经很难找到了 因为蔡英文上台以后 就大规模的做的事情就是打砸蒋介石的项 所以其实在台湾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蒋家铁书记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蒋是奖金 加是加班费 铁是津贴 书是特殊工资 记是基本工资 蒋家铁书记 如果大家考过二件的话 对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熟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问题是 蒋家铁书记在一件里面 不是单纯考你 有奖金 有加班费 有特殊工资 这么考的话 就二件的考法了 一件不这样 一件这么考 他觉得太low了 那怎么不low呢 怎么提升我的考试的这个格调呢 我们说我们的方式是考细节 考细节 大家看怎么考细节 奖金 哪些才叫做人工费的奖金 不是所有的奖金 这马上到了年终了 给你个年终奖 给你个优秀员工奖 这不叫我们的人工费的奖金 人工费的奖金 它有一个专门的定义 这定义是什么呢 是对超额劳动 或者节支增收 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 它也是一个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但是它专门的针对的是 超额劳动 或者节支增收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这些费用都是报给甲方的 是报给业主方的 所以只有是有利于我项目 更好的去节约开支 然后提高效率的这部分奖金 那业主才认 否则你自己觉得这个员工 给你们公司做了很大的贡献 你这个钱报给业主 作为你这项目的费用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工费 首先它特指的是工人的工资 没有包括管理层 甚至没有包括项目经理 对吧 而且是和项目相关 你别告诉我是 你这个员工 在对整个的项目 对整个的这个公司 对你们施工单位 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个跟我业主没关系 跟我有关系的是 跟项目相关 所以大家做这种评判的时候 就抓住这两点 第一工人 第二跟项目相关 所以超额劳动或者节支增收的 节约奖和劳动竞赛奖 对吧 所以他考的是这种细节 不是光考奖金 所以他就可能拿各种奖金 来去为难你 看看你能不能判断 哪些奖金属于人工费 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标准 工人的 第二要跟项目相关 对吧 或者你更直接一点就计是跟节约 或者是劳动竞赛 对吧 提供了劳动效率 提高了劳动效率 加班费不用计 因为没人会对加班费有什么质疑 只要是工人的加班费 不是在座的各位项目经理的加班费 就没有问题 第三 津贴要重点掌握 为什么呢 各位看津贴包括流动施工 到处辗转需要有津贴 特殊地区 高寒地区 对吧 需要有津贴 高温 高寒 高空 等等这些特殊环境 需要有津贴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津贴啊 一定要想明白 不要跟什么去搞混了 跟老保费里面 咱们的老保费里面呢 有一个防暑 和降温 老保费的防暑和降温 跟这个地方的高温和高寒的津贴 它是不一个概念 对不对 因为防暑降温费 全企员工都有 但是呢 既高温津贴 只有户外的施工工人 他们有这样的津贴 对吧 我们的工人才有的 所以津贴 这种津贴是属于人工费 但是老保费呢 全企员工都有的 咱们就叫管理费 它属于管理费 不属于人工费 好 再说特殊情况下的工资 这里面所谓的特殊情况的工资呢 前面都是因为休假导致的工资 各种假啊 病假产假工商假等等 都是各种工资方法定 春节假日 春节都是属于我们的特殊工资 只要你是给到我们的工人的 那就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停工学习 停工学习 什么叫做停工学习 比如说我问大家 我是在给工人去做技能培训 我给工人做技能培训 能不能够叫做停工学习 我也是对工人的 对吧 技能培训 叫不叫做停工学习 叫不叫做人工费 注意啊 他不叫 他为什么不叫呢 因为我的这个停工学习 他一定是项目相关 而且呢 业主你得认的项目相关 对吧 得业主认 你技能培训 你岂不是要告诉我 我的员工没有这个技能 所以我需要给他培训 那你早干嘛去了 我们俩都签了合同了 工期这么紧了 你告诉我你要停工 原因是你的员工没有这个技能 那业主是不是直接就换人了 我约了换人 所以大家想想 技能培训显然不应该是放到停工学习 因为停工学习的费用是由业主要来出钱的 对不对 你这个能拿去给业主报销吗 业主咋想 对吧 你这个工人没有能力 限了我的合同 完了以后 你还要让我报销他的培训费 业主是不是有点太圆了 所以大家这么一琢磨明白 你就知道了 停工学习没有那么广泛的范围 我们的技能培训只能放到哪呢 只能放到职工教育 放到职工教育 职工教育放到哪 管理费 职工教育放到管理费 OK 大家请明白了 基本工资就不用说了 对吧 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 只要是谁的 工人的 那我们都叫做人工费 所以人工费 大家看清楚了 需要你重点掌握的 是不是第一 奖金重点掌握 第二 津贴重点掌握 第三 特殊工资里面的 停工学习 重点掌握 搞定了 怎么考都套不出这三个东西 就是做对比 就考试的时候 就喜欢给你去做对比 或者拿一个东西 问你是不是 好 所以大家看 2017年的这一道题 属于建筑安装工程 工人人工费的事 人工费的有 生产工人的技能培训 这回大家知道了 技能培训是不是 是不是人工费 就不是了 对吧 就不是人工费了 第二 流动施工津贴 津贴是不是算的 增收节支 奖金 没说别的 又是工人的 所以都算的 项目管理人员的工资 管理人员 叫不叫人工费 当然不叫 生产工人 加班工资 加班都是叫的 对不对 所以BCE就是对了 所以大家看 只要你把关键点搞清楚 基本问题就不太大了 好 人工费我们说完了 人工费考的比较细 材料费呢 考的就没那么细了 材料费顺口溜 对春节很有意义 愿购好运 所以在这里呢 祝大家流年 流年大吉 愿购好运 所以愿购好运 是材料费 为什么是愿购好运呢 因为第一个是 愿是原价 原价是我们的材料 和设备的出厂价格 材料和设备的出厂价格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材料 本身也有 就是因为我们的设备分为施工设备 对吧 有些是施工设备 有些是工程设备 我们这里面呢 工程设备是属于材料性的部分 对不对 工程设备就像咱们的电梯啊 咱们的这个装空调啊 就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建筑里面的 我们属于工程设备 好 所以材料和设备的工程 出厂价格 还有呢 购是采购费 采购费呢 包括采购 仓储 保管 和损耗 注意这个地方的损耗 不是运输损耗 是存储的损耗 都放到采购费 第三呢 叫损耗费 这个地方的损耗 是路途损耗 是运输装卸过程当中的路途损耗 叫损耗费 最后一个呢 叫运杂费 运杂费呢 是指的是我们的 就是从来源地 到我们的施工的堆放地 仓库堆放地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费用 这叫做运杂费 所以如果我们从堆放地 到了我们的使用地 这个过程就不能够再叫运杂费了 运杂费是从卖出的仓库 到买方的施工工地的仓库 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叫做运杂费 好 所以这个就是材料费 大家要明白 愿购好运 原价采购损损耗和运杂费 愿购好运 要把它记清楚 这部分一般是考计算的 有一个小小的计算 就和我们再说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机具费 机具费 机具费是施工机具 其中的机代表机械 具代表的是仪器仪表 所以施工机械费和仪器仪表费 那施工机械费就比较多一点 包括浙大肠安然入睡 七项 所以施工机械费包括七项 叫浙大肠安然入睡 那我们来看看 呀 我的小朋友去哪了 这还有一个小朋友的 这有一个小宝宝的 这小朋友去哪了 好 就这本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 在PET做的时候 这个小宝宝给可能给整掉了 这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然后呢 睡着了 在浙江大学 环境优美的地方睡着了 所以我们叫做浙大肠安然入睡 原来呢 我也有听到有些 有些人把它继承浙大肠啊 虽然四川人也不要喜欢吃肥肠 我作为重庆人 我也不要喜欢吃肥肠面呢 肥肠粉呢 但我依然还是觉得 继承这大肠呢 好像还是略有一点点 不如浙大啊 浙大听起来文艺一点 而且呢 当时就是我 我编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是我儿子刚刚出生 所以大家只要一听到这个呢 就理解啊 作为一个老父亲的这种心理 就是会特别的总想的是孩子 所以安然入睡嘛 对不对 浙大那么优美的环境 孩子就能够安然入睡 所以我配的图就是一个小宝宝 所以这里的浙 就指的是折旧费 折旧费是什么 折旧费就是我们的施工机械 不断的每年是需要给他 齐取折旧 对吧 他的价值会降低 折旧费 大是大修费 这个地方一定是必要的大型修理 是大型修理 不修就绝对没法用的 所以要恢复正常的功能 是真的坏了 然后长是经常修理费 经常修理就包括我们的维护保养 所以维护保养和临时性的小故障的排除 我们都叫做经常修理 然后呢 安拆费 但这大厂安然入睡嘛 安是安拆费和厂外的运费 那么这个部分安拆费呢 大家要注意指的是非大型机械 是大型机械以外的安拆费 如果是大型机械的安拆费呢 我们把它放到措施项目费里面去 把它放到措施费啊 就不放到我们的安拆费了 然后入睡 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入啊 实在人我不知道该怎么编了 所以我就把它弄成了入 入就是人的意思啊 就是一样的差不多的方向的字 所以呢 人工费 只不过这个地方的人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们的施工机械的操作人员 机组人员 所以像司机司卢 他们的相关的费用叫做人工费 是机具费的人工费 然后税费 这里的税费呢 就不是什么增值税了 这里的税费呢 指的是跟这个施工机械 或者施工车辆相关的 车船使用费 和保险费 以及车辆的年减费 这些都是属于机械费里面的税费啊 所以这里面的税费 是跟这个机械直接相关的 所以不管是人工费还是税费 所以都是得跟咱们的这个机械相关的 是我们的施工机械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人工费和税费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就能够把它区分开了 就一气一表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 一气一表就是 也是一气一表的维修啊 摊销啊 等等这些 就没什么好说的 重点在施工 机械费 重点在机械费 浙大常安然入睡 浙江大学经常能够安然入睡 浙大常安然入睡 折旧大修经常修理 安拆费 燃料动力费 人工费和税费 燃是燃料动力费 刚才在这里面缺一个燃字 燃料动力费 因为你的机械总是要用电力的 所以燃料动力费 或者要烧油了 好 所以人财机咱们说完了 大家其实会注意到 人财机里面的内容 跟我们前面的成本里面的人财机 一不一样呢 几乎是一样的 成本第二章工程成本里的人财机 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他跟你说 在会计准则里面 关于人工费有哪些 在会计准则里面 关于机械费有哪些 你几乎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地方的 一样来打 他不会在这个地方为难你 所以你记的时候 就记一次就好了 人到哪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蒋家铁书记 财到哪都是愿购好运 鸡到哪都是浙大常然入睡 再加上一期一表 OK 好 管理费呢 就约等于我们第二章期间费里面的 约等于期间费里面的管理费用 约等于期间费里面的管理费用 它是约等于 并不完全一致 并不完全一致 那 我建议各位呢 一定要把企业管理费的 这顺口流 一定要记住 失于地这个你可以不用记 但是前面的一定要记住 来看看这个顺口流 又是怎么编出来的 大家看这个图 是不是在维修故宫啊 对吧 故宫现在前面几年 就是一直其实都是在做大修的 就体现了国运嘛 修好故宫 能够提升国运 所以叫官办拆故宫啊 没有拆 其实是在修 当然为了压这个词 所以是管办拆故宫 然后呢 是不是搭着脚手架 所以搭着脚手架干嘛呢 保护施工 保护施工 那你光是干活也不行 还得交税 交财务税 交财务税 就这三句话啊 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管办拆故宫 保护施工 交财务税 把这完整的故事记住 好 那么这完整的故事记住了以后 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拆解看 都是什么 第一个 管办拆故宫的管 管理人员的工资 当然这里面的管理人员呢 就包含了咱们的项目的管理人员 和后端的一些管理人员 所以管理人员的工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办是办公费 对吧 我们项目部里面的打印费呀 耗财费呀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办公费 第三 拆是拆旅费 拆旅费 对吧 大家出拆 去各个地方跑来跑去 拆旅费 第四 固 固定资产的使用费 固定资产的使用费 大家要注意 这里面的固定资产使用费 也是什么折旧啊 大修啊 日常维修啊 等等 那么这些固定资产的使用费 跟其他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说这里面的固定资产使用费 专门指的是管理和实验部门 有没有包括施工现场 是没有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到管理费了 所以他一定是管理部门的 也是什么电脑啊 也是各种固定资产呢 当然跟我们前面的机械费 施工机具使用费 那就完全不一样 用处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之前经常会有学员问我 张老师折旧到底放在哪 我说折旧 关键要看你的设备 在哪用 对吧 如果在管理部门用 它可以叫管理费 如果在施工现场用 是属于施工机械 咱们就应该叫做 施工机械使用费 好 管办拆库 工 这工是什么呢 这第一个工 是工具用具使用费 是工具用具的使用啊 工具用具的使用 因为那些比较便宜的 零星的一些小工具 那么它的使用费 我们就不放到机械里面了 我们直接放到管理费当中 对吧 好 这是管办拆库公 说完了 保 这第一个保呢 是劳动保险 然后这户呢 是劳动保护 就是我们的常说的劳保 然后这诗呢 是检验试验 检验和试验的费用 然后这个工呢 是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是工会啊 工会组织的一些费用 然后这个地方的交 是职工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 这地方的财呢 是财产保险 财险 然后这个地方的务呢 是财务费 财务费是什么 就是咱们的一些利息 一些利息 放到这儿 财务费 然后最后还有个税 最后还有个税 这个税跟我们增值税 归费税金那个税不一样 归费税金那个税 就是归税那个税 这个税特指增值税 我们现在建筑行业 已经在16年 银改增了 所以呢 我们特指增值税 而这个地方的税呢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 增值税以外的 其他税 增值税以外的 其他税 所以这就是 其 他 税 所以有一年呢 就考了这么个题目 说 硬花税算不算企业管理费 然后有些学员就说 哎老师没讲啊 硬花税 我也没听过 什么叫做硬花税 但是我虽然没有讲硬花税 但是我说了 除增值税以外的 其他税 税都在企业管理费 你管他什么硬花税 什么这个土地 就房地产税 对吧 都不用管他 你只需要知道 增值税在归费税金里面 其他税都在企业管理费 够了 你又不是税务人员 你又不是税务师考试 你何必跟他纠结那么多干嘛呢 OK 大家明白了 好 那刚才我是把它呢 全部都顺了一遍 但是呢 我要讲几个重点 考试的时候 考细节 考细节 第一个 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 要知道它的细节 哪些细节呢 退职金 离休干部经费 值起福利费 注意有没有退休金 退休工资 没有退休工资啊 注意 没有退休工资 一定要注意退休工资 谁发 社保局发 社保局发 所以我们为什么老说 社保资金不够了 对吧 东北社保资金告捷 年轻人不够使了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社保局发 所以社保局发 当然不放在我的这个里面 放到职工福利 放到劳动保险 不放 但是呢 退职金 离休干部经费 离休干部经费 这就是由企业自己发的 有企业自己发的 那我们是要放进去的 对吧 社保 交社保的部分 交社保的部分 我们放在哪呢 我放到了 归费当中 所以等你退休了 我公司还管不管啊 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早都已经把钱交给社保局了 给社保局管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国家老想 延迟我们的退休年龄呢 按照咱们的年龄来计算 反正我已经基本上 要算到65岁了 对吧 咱们没准还比我更年轻 没准以后要到干到70岁 所以算算 人生充满动力 对吧 你已经干了十几二十年了 突然猛然一下发现 原来还有40年好干 人生一下充满了动力 我想想当年我爸 我爸这个在一个国有企业 90年代 中下期的时候 当时这个朱镕基总理上台 然后做国企改革 就有一些当时我爸的同事 37、8岁 把那身份证 因为那时候的身份证 还是贴膜的身份证 把那膜一撕开 把生日年龄往前挪一挪 然后呢 37、8岁就改成了47、8岁 就可以办内退了 那会觉得37、8岁好老啊 这帮老头 现在想来我都已经超过这年龄了 都已经今年都刚好40岁了 很恐怖啊 所以想想那个时候的人 我的父辈们 这个时候到我这年龄的时候 已经开始退休了 至少办了内退了 这个没法比啊 我们还要干到70岁 所以这是劳动保险 大家注意 退休工资是社保局发的 对吧 退职金、离休干部经费、集体福利费 是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的 第二个 劳动保护费 劳动保护费呢 包括劳保用品支出和保健费 包括什么 什么工作服、安全帽、手套 是不是都是属于劳动保护费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检验实验费要重点掌握 检验实验费一定要重点掌握 为什么 因为它经常跟我们的研究实验费去做对比 跟研究实验费去做对比 研究实验费的重点词在哪 研究 检验实验费的重点词在哪 检验 所以检验实验费是在干嘛 目的是什么 只是为了做质量检查 所以它只是对材料和构建 进行鉴定检查 做质量检查 它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研究实验费呢 新材料 新技术 对吧 那我都是属于要做研究的 要做研究谁负责 业主自己来 那业主自己来 这个钱放哪 放到工程其他费 所以这些都是考点 研究实验费 因为是业主自己来 所以放到工程其他费 而检验实验费 因为是我们的收容单位呢 就做一个普通的质量检查 所以我们放到检验实验费 放到企业管理费 但是如果要做够破坏性的实验 各位想想 破坏性实验 比如说我的扛压能力实验 那我是不是得破坏性的杂呀 对不对 我得压呀 压最后肯定就是压断了 我看我到底施加了多少例 那这种实验是 施工单位自己能干的吗 干不了 因为破坏的都是业主人家的材料 你买来说 全部都尝了一遍 发现没问题 那没有用 这些所有的都被尝了一遍 所以破坏性实验 它一定只属于研究实验费 是属于业主才可以控制的 对不对 我们的施工单位不能 所以破坏性实验 属于研究实验费 非破坏性的检验 可以由我们的实用单位 自己来完成 好 所以大家看到了 在我们的企业管理费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 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 最重要的考的最多的 就是这三个 剩下的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财产保险费 财务费和税金 我就不多说了 税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除增值税外的其他税 除增值税外的其他税 都放在这个里面 好 然后我们在做对比的时候 考试呢 就经常会把工具用具费 和机具费去做对比 工具用具费是管理费 机具费呢 是属于人才机的机 对不对 劳动保险费和无险一金 做对比 劳动保险是职工退职金 而无险一金呢 是归费 然后劳动保护费和人工费的 金贴对比劳动保护费有什么 咱们的这个防暑降温 但是防暑降温呢 属于劳动保护企业管理费 而人工费的金贴呢 高温金贴 咱们都是属于什么费啊 都是属于这个人工费 然后检验试验费呢 要和研究试验费去区分 检验试验费属于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 研究试验费属于工厂建设 其他费 对吧 考试就是这些东西 不断的让你对比 所以你自己直接上来 你就要对比清楚 这样你考试才能够过关 否则的话 你就觉得好像我背了 背完了以后 怎么他一考我就不会了 因为你没有做对比 他考的都是容易出错的 对吧 我们说中国人考中国人 那时一考一个准 他知道你哪不会 好 然后归费 归税吗 归费 无险一金 无险一金 现在还有没有排屋啊 原来考的一定记住了啊 这已经没有排屋了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征收环保税 有了环保税以后 就不再征收排屋费了 好 增值税呢 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后面我们会说 无险一金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啊 哪无险 哪一金呢 养老 医疗 工商 失业 生育 无险 对不对 这个你自己 自己的利益 你得关注啊 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个点 我没有去用什么顺口 我觉得已经不用了 作为一个管理者 作为一个要当项目经理的人 连你自己到底有哪无险 你都不去搞明白 你自己的利益都不关注 对吧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是养老医疗工商失业和生育 然后再加上一个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 好 当然住房公积金呢 这两年也被多有诟病啊 大家诟病的主要的点就是 说我公积金到底什么目的 对不对 似乎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利好 结果呢 还有一大部分钱放在你那儿 不让我取 不买房就不让我取 对不对 买房取的时候还有限额 所以 所以大家注意啊 就是无险一金 就是这个无险一金 你要经常会考 经常会考到他 好 那我们看看19年的题目 说为了保障施工机械正常运转 所需的随机配备的工具 附具的摊销和维护费 那么属于机具使用费里面的哪种费啊 你看维护正常的运转 所需的随机配备的 那显然这应该是哪一种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经常修理啊 对吧 就是在做经常修理 像这种题就考的就比较简单了 好 然后19年还考了一个 说施工企业为从事危险作业的建筑工人 缴纳的工伤保险 说半天 其实就是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 刚才我们说了 是属于什么呀 是属于五险一金里面的 五险一金属于归费 对吧 属于归费 所以关键词是工伤保险 你看你是不是要抓 关键不要被前面的这些东西所误导 看上去好像怎么觉得没怎么听过呢 其实就是工伤保险 好 还有18年的 在适用过程中 承包人按照发布人的要求和设计方的要求 对构建做破坏性试验 破坏性试验属于企业管理费 还是工程建设其他费 只要做破坏性试验 不属于管理费 属于工程建设其他费 对不对 要关注破坏性试验 好 所以大家看就明白他怎么考了 考法就是这么个考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说按照造价形成划分 造价形成划分 分大块就好说了 归费税金是不是咱们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没有了 然后前面还剩三项 一项分布分项工程费 一项措施费 一项其他费 分布分项工程费也不用说了 因为分布分项工程费呢 就是我的主体主干 对吧 一头猪的主干 那这头猪这个主干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的 人财 机 管 和力 就是人财机管力 五个部分 所以分布分项工程费 不需要说了 因为人财机管力 这些细节刚才咱们都已经说过了 对吧 只不过就是看哪个分项工程 哪个分布工程 所以它是大块嘛 好 但是大块里面另外两项呢 就值得我们去注意了 一个是措施费 一个是其他费 措施费和其他费 这里的其他费指的是其他项目费 那我们先来看措施费 我们先来看措施费 措施费呢 给大家一个顺口溜 我们先来看措施费 叫做东 叶 说错了 大 脚 特 公 东 叶 而 以 安 这个基本上变成我的血缘的一个标志了 对吧 只要我在公众号里面发我儿子 大家就开始说冬夜而已 安又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的故事就是因为 就依然还是生孩子那一段 生孩子那一段 然后呢 编的这顺口溜 那所以满脑子一想的都是孩子 那天天晚上你想想 这是不是冬夜 对吧 冬夜 冬天晚上 寒风凛冽 等我打车 讲完课 打车回到家 孩子是不是已经睡着了 所以我就编了一句 大脚特工 谁是大脚特工 我 也是你 对不对 咱们每一个 每一个辛苦的打工人 咱们都叫大脚特工 这里的特工不是007 就是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所以大脚特工 然后呢 冬天晚上回到家 儿子已经安睡 冬夜 而已安 对吧 所以这就是 错事费 大脚特工 冬夜 而已安 是不是还是很心酸的一个顺口流 跟前面的浙大长安人入睡 是两个姐妹片 浙大长安人入睡是很温馨的画面 大脚特工 冬夜 而已安呢 就略带心酸 对吧 体现出 中心思想体现出了打工人的 这个不屈不挠的精神 对吧 我这个 以前小学的时候 没少被这个中心思想摧残 非得要来一个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作者怎么怎么样 好 调侃一下啊 所以大家看到 大脚特工这里面的大 是大型机械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 脚是脚手架 脚手架的使用费 使用费 特是特殊地区施工 特殊地区施工 肯定会增加一些费用 然后工 工程定位复册 放线和复册的费用 工程定位复册 冬夜而已安呢 冬雨季施工会增加费用 夜间施工会增加费用 这些大家都知道 我不用多解释 二次搬运 因为施工场地条件的限制 我一次搬运 不能够到到那地方 我必须要做二次搬运 二次搬运的费用 然后 以完工程的保护费 以完工程了 我要派人看守 以完工程保护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 对吧 这就叫大脚特工 冬夜而以安 好 不管你其他的东西 你用什么来记 我都不管 但是 就措施费 你尽可能按我说的来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措施费 最喜欢考的是 两一个东西 最喜欢考的是一个东西 就是可计量的措施费 和不可计量的措施费 可计量的和不可计量的 那措施费分为两类 一部分可计量的 它是可以去计算量的 比如说 缴手价 我就可以去计算 我到底有多少的消耗 所以它是可计量的 但是呢 哪些是不可计量的措施费呢 冬夜而已安 所以为什么冬夜而已安 是我们单独拿出来 因为你记住了 它是用费率来计算的 单独的措施费 是单项的措施费 是单项措施费 单项措施费 冬雨季 夜间施工二次搬运 以往工程保护 安全文 施工费 都是单项措施费 所以呢 不可计量 记清楚了啊 所以冬夜而已安 为什么大家这么熟 大脚特工 反而有时候抛到一边 就使用冬夜而已安 太重要了 因为就这五项 是我们教材里面提到的 不可计量的措施项目费 好 记清楚了啊 大脚特工 冬夜而已安 这里面的安呢 各位要注意一下 安需要注意一下 安是什么 环保 文明施工 安全施工 所以安全文明施工费嘛 但还有两项 一项是临时设施 一项是建筑工人的实名之费 这是2020年 新增的内容 所以2020年也考了 充分体现了 新增知识点 很容易被出奇 所以2020年已经考过了 所以这个警报呢 就解除了很多了 那么我们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呢 增加了建筑工人的实名制管理费 实名制管理费 然后呢 第四项是临时设施 为什么要注意临时设施呢 因为我们在其他费里面 也有一项叫做场地准备 及临时设施 叫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 这个呢 是属于甲方的临时设施费 所以呢 它放到工程其他费 它包括什么内容呢 三通一平 平整场地呀 通水通电通路啊 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 而我们施工单位自己的临时设施呢 就是搭建一些临时的临时盆啊 围档啊 等等这些东西 属于我们施工单位自己能够完成的临时设施 对吧 所以临时设施费和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它的说法不一样 所以你就要注意他们各自有不同 对吧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一说 就是业主的就是我们的建设单位的 而临时设施费呢 就是我们施工单位的 好 所以安全我们施工费 这两项重点要把它给把握住 前面几项呢 都好说 所以措施项目费就是一个就是 冬夜而也安 要记住它是不可计量的 还有呢 就是临时设施费要搞清楚 好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刚才我们说了 是不属于机械费的安拆费 属于措施费 对不对 这个要知道 好 然后其他项目费 再说说其他项目费 措施费我说完了啊 其他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呢 包括三项 第一项是暂列金额 第二项是计日工 第三项是总承包服务费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别扭 很多人会到这儿说 诶 赵老师你是不是搞错了 您是 其他项目费应该是 暂列金额 暂估价 记者工总包服务费 才对啊 我们记得说 不都是这么记的吗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我们的其他项目费 指的是建安工程费里面的 建安工程费里面的 其他项目费 是没有暂估价的 是没有暂估价的 而我们的清单 而我们的清单里面的其他项目清单 这个里面是有暂估价的 所以区分清楚 第一步先把这个区分清楚 其他项目费没有暂估价 而其他项目清单 有暂估价啊 好 剩下三项 我们大致说一下 因为到了清单 我们还会详细说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稍微的说一下 暂列金额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确定费用 所以我先把它暂列上 这个材料 没定要不要用呢 这个设备 没定要不要用呢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事 就是有没有发生 可能发生变更 调整 或者后续发生索赔 或者现场签证 都不知道呢 所以这些呢 我给他预留出来一部分 就叫做暂列金额 所以其实他应对的什么 应对的是变化 所以暂列金额 是应对变化产生的费用 包括材料设备的 不可知的采购 和调整索赔签证 所产生的费用 对吧 都是变化产生的费用 这是第一个 暂列金额 第二个 记者工呢 就是属于零星工作 但是它是合同外的 所以我不能够放到 合同的工作里面去 合同外的零星工作 那总承包服务费呢 就是我们的总承包人 来配合发包人 做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工作 人家总得要消耗费用 对吧 所以这个叫做 总承包服务费 总承包服务费 所以这三项呢 我们到了清单里面 我们再细讲啊 在这就不去细讲了 就是你只要记住了 在这个地方 只要有一个印象 清单里面呢 包含了暂估价 但是将工程费的 其他费里面 其他项目费里面 没有包含暂估价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他说 施工现场设立的 安全警示标志 现场为党 那么这些费用 属于什么费啊 施工单位的临时设施 是属于安全无名施工费啊 安全无名施工费 就属于措施项目费 对不对 你看多简单 所以其实这一部分就是税 就是税 简单程度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太过于细碎 所以为什么要给他唱歌呢 对不对 马上就来了啊 马上就来了 好 再来看一道题 按照造价形成划分的建筑安装费用当中 暂列金额主要用于 暂列金额 刚才我们是不是说了 变化的不确定性的费用啊 工程可能发生了变更 然后呢 总承包人 总承包人的这个叫什么 总承包服务费 对不对 还有呢 尚未确定的设备采购 是可能发生了变化 还有呢 调整因素出现了调整费用 还有特殊地区施工增加 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叫错是非啊 所以你这么一看完 是不是就很简单 哎 应该选什么呀 是不是A 然后C 然后D 都是属于我们的暂列金额 对吧 挺简单的 就你把它的核心点 把它给弄清楚了 其实挺简单的啊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进入到计算 但是在进入到计算之前呢 因为计算其实相对还好啊 所以进入到计算之前呢 咱们就直接先把歌唱了 直接先把歌唱了啊 要来了 因为我们计算能讲完就讲完 讲不完 咱们就年后再说 也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那一点点 那一点点不是那么重要 大家看 叫张三的歌 张三的歌不是我的歌啊 我不是张三 我是张大 但是呢 张三的歌大家应该都听过 蔡琴唱的 对吧 蔡琴唱的 费翔也唱过 我比较喜欢费翔的那版本 然后呢 但是这个歌的做词是我 所以做曲不是我 做词是我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歌词 我先不唱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歌词啊 歌词什么意思 第一句 我们要把造价来牢记 废话啊 这是一句废话 费用人才及管理归税 这是不是按照费用划分 分成人才及管理归税 对吧 人工记作 奖家且书记 奖金加班费 然后呢 金切 特殊工资和基本工资 停工学习 非技能培训 停工学习里面 有没有包括技能培训啊 没有 所以叫停工学习 不是技能培训 停工学习 非技能培训 材料就是愿你够好运 材料就是愿够好运 对吧 但是为了 就是唱起来顺 所以我加了一个拟字 但是这个拟没有用啊 愿够好运 单价乘以损耗保管率 这是材料费的计算 材料费的计算 就是用单价乘以 一加损耗率乘以 一加保管费率 所以呢 就是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所以单价乘以 一加保管率 指的是材料计算 是材料的计算啊 机械浙大长安然入税 机械费是浙大长安然入税 安拆不含大型机械费 对吧 安拆没有包含大型机械费 因为大型机械费在措施费 好 还要记住什么呢 要记住 企管 企管就指的是企业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包含什么 管办拆故宫 保护施工 还要交教育财务费 教育财务费呢 这里面就是也是为了押韵 就是为了那个凑内字 所以呢 就是我们是交财务费 但是这个 我把教育单独列出来了 就是教育 教育费嘛 对吧 职工教育费 所以教育财务费 检试费 只有那材料的一般检验 一般检查 检验实验费 是不是就只有材料和构建的一般性的鉴定检查啊 没有包括什么 不包括破坏性实验 不包括破坏性实验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不是已经开始坑起来了啊 然后 这是费用划分的 接下来看造价划分的 构成也按造价形成划分 造价呢 就是分错他归税 这个地方的造价就是造价形成划分 是分错他归税 那么大脚特工冬夜而已安 是不是我们的措施费啊 我就不说了 就为了字数方便啊 这就是我们的措施费 模板运输均为可计量 模板运输是 这里面的模板运输指的是 这个混凝土模板和垂直运输 都是可计量的措施费 所以不可计量的就是冬夜而已安嘛 可计量的就是脚手架 垂直运输和混凝土模板 所以叫模板运输 都是可计量 因为这个部分是在哪呢 在清单里面才会出现 所以我在这呢 我在歌词里面给大家提到了 但是前面没有给大家讲 然后战略战孤都不能变更 这个是在我们的清单里面会谈到的 战略金额和战孤价都不能自主变更 所以我是把整个的这些东西 都凑到一块的 所以真的是把几乎要讲的知识点 都放进去了 战略金额和战孤价都不能变更 继日工总包服务费可以自主确定 对吧 稍微复习过一点点的人都知道 因为战略金额和战孤价呢 是由招标人统一在清单里面发布 投标人呢 不能随意的自己去按照自己的心情来写 就按照招标人的来抄 但是战略工总包服务费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做调整 规费只有五险和一金 规税安全都不可竞争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总共学了三项不可竞争性费用 第一项是规费 第二项是税金 第三项是安全文明施工费 所以不可竞争的费用 就这三项 规税和安全 规费税金安全文明施工费 是不可竞争的费用 不可竞争 我在前面没有提到啊 就是我们在造价投标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拿这些费用 跟别人去PK 对吧 因为这些规费 五险一金国家定好的 税金增值税 大家都是9% 你不会比别人低 对不对 然后安全文实用费国家定好的 这些都不能拿来降价打折 所以叫不可竞争性费用 要知道 公料单价里面只有人料机 这是我们清单里面的指示点 清单里面的指示点 公料单价是人料机 人工材料机械加起来 所以我把清单里面的好多的东西 也放进一首歌了 然后综合单价没有归税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综合单价 我们国家用的是部分费用综合单价 所以是人料机管理没有归税 所以我把清单里面第五集 第六节的那些内容 也放了一点点进来 但是没关系 稍微的就是有些东西不知道的 我们等到后面讲到第六节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 但你先背歌 先把歌词记下来 人料机管理没有归税 这是我们的综合单价 没有归税 建设投资可以分为静态射件安踏机 动态式价差筹错费 利息就是筹错费 再记住铺底流动资金 只在生产项目里 投资造价 记忆就更完美 这后面的就是废话了 祝大家造价构成全部都能记轻 牛年经济考试通过没问题 好歌词顺完了 知识点大家看到 已经把我们几乎前面讲到所有的知识点 都包含进去了 OK 所以大家估计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听我唱了 虽然唱的不好听 当然大家就勉为其难的先接受一下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记歌词 不是为了听我唱歌 对吧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知识点给记住 好 准备开始 张三的歌 我得想想取调是什么样的 好 准备开始 我们要把造价来牢记 费用人才机关里归睡 人工几座将价贴书记 听供学习飞机能培训 材料就是愿你够好运 担家乘以损耗保管率 机械者大长安然如水 安柴武汉大兴机械费 要记住机关关班柴故宫 保护时工 还要教教那教育才无水 减是非只有那材料的一般 检查不包括破坏新誓言 这是第一段 好 第二段 构成业案造价新成分 造价就是分错他归睡 大教特工冬严而一案 磨板运输军为可计量 赞列赞顾都不能变更 几日总保自主可确定 贵妃只有无限和意境 贵水安全都不可竞争 要知道供了担架 你只有人了解 综合担架里没有 贵水 建设投资可分为 金台舍建安塔吉 东台市 家差抽错费 还有最后两句 最后两句略有一点点不太熟 但是整起来说 我觉得只要 因为张三的歌 在我这年龄的人 应该是特别特别熟悉 对吧 财琴费翔都唱过 而且朗朗上口 又是都姓张 对不对 本家的歌 所以张三的歌总投资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也用最后一句话来祝愿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把造价 通过这首歌 全部都能够记清 牛年的经济考试 工程经济考试 全部都能够通过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 就不再多讲了 也在这个地方 也祝愿大家在春节 能够玩得开心 学得开心 然后我们到春节以后 咱们再来继续去说工程经济 大家再继续听我去讲说财经 当然了 过程当中 我的公众号 还有我的视频号 都不会停更 还会持续的更新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或有什么关注的呢 都还可以在公众号和视频号里面 继续留言 跟我去做沟通和交流 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里面的一些观点 那最后呢 祝愿大家能够Happy New Year 能够牛年大吉 牛年啊 我们终于度过了鼠年了 我们终于要度过庚子年了 对吧 我们终于要迎来新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我们期待着牛年大家都能够牛气哄哄 好了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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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